那今年到目前為止 總共341萬665例 那其中有今天有新增了415例的這個本土 中重症以上的個案 還有166例的死亡個案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 1到6月的中重症 總共13825例 另外其中有4964名死亡 大家好 今天的死亡個案是從90多歲到30多歲 那30多歲的有兩位都是男性 都有接種過3劑的疫苗 不過本身也都有慢性的疾病 那其中第一位是有 慢性的肝病 那他是在6月18號的時候 因為先前這個肝病的關係有出院 不過在回家當後又出現有呼吸困難的一個情形 那隔日帶到這個醫院去就醫 在醫院裡面 檢驗確診 那住院當中不幸因為 肺炎病 呼吸衰竭的一個關係 那過世 另外一位是30多歲的男性 本身有慢性的腎臟疾病 他也有心臟病 那這次是 6月18先在 家中用家用快篩採檢陽性之後確診 不過在 2天後的時候 在家中被發現有昏迷的情形 緊急送醫 那經過這個急救仍然沒有辦法 恢復 所以不幸因為心肺衰竭的關係而過世 那所以這2位是我們今天個案比較年輕的死亡 的部分 另外有一例是兒童的重症 這是一個1歲的 沒有慢性疾病的一個男嬰 那這位小朋友 本身是在6月18號開始有出現發燒的症狀 隔天快篩陽性 有曾經就醫 並且有拿口服藥 回家使用 不過在當天就醫返家之後 就在家中又發現有 出現呼吸雜音 呼吸肺力的一個情形 所以再度前往醫院 這是去急診 在急診這邊 有發現有呼吸困難跟胸凹的一個 這個呼吸肺力的一個現象 所以經過評估之後 緊急插管使用 呼吸器 那診斷是有孝吼的一個狀況 那孝吼出現有 呼吸窘迫的一個情形 在6月20號的時候 收註在家戶病房裡頭 使用瑞德西韋 跟類固醇 搭配這個呼吸器持續的治療 不過好在是說病況有很快的一個好轉 在6月21號的時候 已經順利的拔管移除呼吸器 那目前仍然是在家戶病房當中 使用氧氣 在秩序觀察跟治療當中 所以這例是我們累積第8例的一個兒童染疫 效候重症的個案 總計的這個兒童的重症人數 目前是來到67位 死亡的兒童人數則是跟昨天一樣 仍然是維持19位 沒有新增 午後 雙方的這個兒童人數是合遵守者 財運 聲利